今天我們就是首作飯糰DIY自然農業體驗區 讓大家走入建工來體驗自然農業 跟我們建工在地的客裝生態博物館 新比DOC在地方已經深耕多年 我們並且協助很多位的店家 他們在數位能力不斷的提升 跟這邊社區的合作 我們串聯了很多不同的產業 有文史的業者 我們這次推出的文化的一個小旅行 也是在這個其中一項 現在旅遊最想的就是吃 吃由我們這邊最著名的斗座板條 製作的構成完全用我們的在地名 製作成我們客家本地相當具有特色的一個食物 讓遊客來到這裡體驗我們鄉村生活 是一個很值得以及回味的一個遊城 大豐草原它就是長期在建工這邊推社區營造 那大家看到這個中頭博物館 就是說我們認為建工這邊其實就是一個博物館 那我們就在這個博物館裡面規劃 包含歷史建築像我們的火房 然後客家人的農耕 然後還有中間的養殖雞 就是把這個農耕跟我們的環境結合 然後變成一個結合食農教育的小旅行 在小旅行之前我就會盤點說 我們這邊有什麼特色產業 那包含DOC有在協助的大豐草原 然後還有八丁魚來菇 所以我們就是在遊城中 我們就會把他們的點帶進去 甚至去看看他們的餐地 所以把這些在地的這個小農的特色 融合在我們的遊城裡面 這樣遊客就真的覺得說 我的確我進來建工這邊 參加你們的遊城 就是很深入的認識建工的人文地產經 那我們也是會跟這些小農去問他們的故事 把他們的故事融入在遊城裡面 因為我還小就在這個地方長大 碰觸到的就是說從早期五十年代 那時候是沒有農藥沒有肥料 慢慢後來有接觸到有農藥有肥料 沒有去做得很好 甚至於我還被農藥種植過 所以說我對那些發酵的東西就有一些敏感 一個因緣機會有沒有 就碰到一個自然的農業 就是台灣的新的一個農業的方式 我們重點是放在我們的在地的微生物 我們說我們的資材完全就是自己來 可以省掉很多的經費 那做出來的成果也不會比那個化肥的 也要查 我們今天的課程裡面 我們大概都是在地食材 尤其是米 米是我自己種出來的 所以我也想說把我的經驗 就是也借這個機會分享給大家 今天我們的遊程就是 手做飯糰DIY 然後自然農業體驗 帶大家到田裡種玉米 另外就是到我們的大豐草原的農場裡面 手做DIY用我們自己種的米 來做飯糰DIY 這是我們客家的很重要的食材 把它做在飯糰裡面 還有就是把定魚來菇炒一炒 或是可以炒鳳梨 然後還有中村長的那個自然農業的雞蛋 也有一些我們用在地小農的做成甜點 譬如說中村長他就是把他田裡的那個甘蔗去榨汁給大家喝 然後等於是整場活動 我們就是把我們在地的食材放進去 然後讓大家都可以吃吃看 我們那另外還有自然農業畜牧養雞的部分 讓大家來體驗看看 雞吃什麼怎麼樣餵雞 那最後呢我們帶大家到建工的 我們這邊很有特色的水準 去讓大家去撿這個堅尾螺 就是以前河裡面很常見的東西 但是其實因為環境的改變 就比較不容易看到 那讓大家整個深度的體驗 我們建工的農業跟水的環境 大部分我們還是會依照團體 或是預約的需求 然後會去客製化他們想要體驗的內容 除了有大風草原的這個本質專業之外 我們會電期PO我們農場的種什麼東西啊 然後什麼活動啊 然後村長忙些什麼啊 那另外我們也有成立這個大風草原自然農業體驗團 就是來參加我們的活動的呢 我們就把它拉入我們群體裡面 那之後呢你就會搶先知道我們 那我們都有客製化的行程 依據團體啊或是個人的需求 去幫你規劃來體驗 我們建工客装博物館的這個遊城這樣子 為何我們建工水 也我們建工的大路 我們建工廣告 我們建工廣告